兩位政治學者馬惡和蔡子強 出了最後一本書 昨天在記者會上都說 他們不會再講再寫很多關於選舉的政治評論 主要原因當然都導致可能有些政治的紅線 第一方面更加實際 他那套現在面對新的選舉形勢 發覺都無用武之地了 這也挺特別的 當我們後日選舉 我們今天嘗試和家權給大家一個更加廣闊一點 來解測這次選舉有什麼特別之處 我自己有四點分析 第一點就是不惜公本 全力谷票 政府的主導強 第一林鄭的怪論 梁靖小票 這個林鄭的怪論 第三個很特別就是盧文端說的 全勝即輸要禮讓對方 第四點選情很克制 慎言慎恨 這四點我完全同意 這個觀察是很仔細的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這次的選舉的確是 沒有什麼人留意個別的候選人 大家是給政府鋪天蓋地 一浪接一浪的宣傳 這次選舉投票的浪潮 蓋過所有候選人 大家不是聚焦在候選人 而是大家現在的感覺是投票投票投票 不要理會投什麼票 總之你最重要是投票投票投票 連馬鱷我覺得他講得很活該 他說連免費搭交通都想得出 我們都要收山 你怎麼想到這樣 這就是政府不惜公本 去全力去谷票 當然我們不應該也不合適 將香港這次立法選舉 跟台灣的公投 但是兩者之間都有一個社會的共通點 整個香港的選舉 就好像一次公投那樣 香港人心目中是知不支持 這個所謂的完善改 完善的制度底下的立法會選舉 這些都是 中央很緊張 特區政府也都不能不緊張 一定要令到選舉 那個出來的投票率 是好好看看 不要縮得太緊張 否則這方面就好像顯示香港人 是不太認同 今次這個新格局底下的選舉 可能在國安法之下 不適宜將台灣的公投 跟香港的立法會選舉劃上等號 但是的確會令人有一個聯想 究竟香港這次立法會的選舉 投票率是顯示人家投不投票 或者投票率裡面有多少張是廢票 我不是用白票 等同沒有意義的一張選票 這方面的狀態 投票率和實際有效選票的比率 是顯示香港人對於這場選舉的支持度 不是對候選人 過往大家看到一邊叫人投票的宣傳海報 相比於過去永遠都看到 那些候選人那些具體 除了有口號式的打選戰之外 他們真的很賣力自己站出街頭 也有很多幫助助選團在街頭立喊 但是這次你真的有 但是那種小化都很令人心寒 為什麼香港選舉發展了 真的從八十年代開始到現在四十年了 它突然一個輪返回頭 是這麼冷靜 這麼冷清 是要現在叫你出來投票 這個反差很大 這個反差正正是將它擺上完善選舉制度之後 對於這個完善制度的一次表態 當然任何的選舉制度的改變 大家都要去適應 但是這個適應可能的轉變太大了 最特別的就是 我來講任何選舉都以候選人或這些政黨 他是主角來的 政黨去推動的選情 製造議題 用很多的方法去選戰工程 這個是最刺激的 但是這次只能看到 是政府谷票的宣傳工程 完全改善所有的所謂選舉工程 而候選人本身政黨本身 是非常的克制 很冷靜 有人說基本上躺著也可以當選 但是無論如何 他們都很想贏得漂亮 就算我贏得 我也希望是大勝對手 這個特別是直選方面 如果擁有龐大的民意代表 我可以進入立法會 聲音都大一點 應該大一點 你看看鄺俊宇協助票王 在講四、五十萬票進來 難道你不聽他說話 甚至可以對著對著說 你可以侮辱我 你不要侮辱我 背後幾十萬選民 你對手沒有選擇 但是恥情不在 所以今次呢 特別在直選來說 我和家庭權長期觀察 我看來看去 非建議派唯一是一個人有機會當選 所以勝負太明顯 實力太懸殊 不可以選 反正在裡面現在撲索迷你 就是選委的四十席 是的 有一個是否有祝福名單 但是明報今天的頭條 沒有 我們沒有祝福名單 但是星島說 不是啊 我們在口傳一個名單 明報就引述胡定旭說的 不過你看完整篇報道 胡定旭就不是很認真去說一件事 是 我覺得是客氣的 因為我們看一個政治人物的言論 不要只看一次 我對胡定旭也有點熟悉 就知道他為人和平日說話 和他的身形也很相似 圓圓潤潤 是的 我覺得明報今天有些觸錯用神 將他擺在頭版頭條 我自己一起來 一開到他的 明報是比較遲的 有新聞看的 開到他的網頁看 我自己也嚇到一條蝦 說什麼 胡定旭 看完之後我覺得得淡少 但是我都相信 其實是有一個名單在裡面 這個名單 因為這次很特別 有40個選委的議席 我剛才對家權說笑 很多時候你不認識他 我真的不認識 你不拿出名單去刷 你又刷錯了 是的 那你去選的時候 但也有鏡頭在拍攝著你 多過一張紙出來 寫得這麼刷錯 考試這樣 所以掌心雷都不行 但掌心雷寫不到那麼多個名字 那你真的只能記了 唯一現在令到很多選 因為有些選民我都認識他 他都說 他都不知道怎麼選 我沒有問他有沒有名單 免得這麼敏感 大致上我自己的研判 知名度高的 還有背景比較強的 人類政見 這些可能比較優先處理 這些相對也是中央異屬 有更多的同路人 更加根正苗紅 長期跟中央良好關係 信得他過 亦都能力有更多 希望多些這樣的人進去立法會 當然中央議員都希望立法會 真的好像他們期望那樣 五光十色 各路英雄都有 還有真是很有議政能力 用成績去告訴那些人 這個新的選舉制度 其實不會比以前差的 希望達到這個目的 其實鋪天蓋地 除了政府 在通街通巷 還有很多這些海報貼 在電台電視報紙 賣這麼多廣告之外 你想想他鼓動 全體的司局級 叫公務員去投票 不止我相信 你也做了很多功夫 你看幾個宗教的團體 都出來叫核下的教會 神職人員 其他的教師 校長這樣去投票 如果背後沒有一種推力 我懷疑這些宗教組織 犯不犯得著去做這些事 這就是大家在這方面 其實都比較被動一些 所以你說那些交通機構 主動去免費 這就是大家都不相信 這些怪論等等 不過都可以看到 特別很多報章 近日很多政治專欄都說到 解讀一下夏寶龍 那句五光十色 五光十色可以說是政治顏色光譜 但政治顏色光譜 這次是窄很多的 說到膚色 有若干的非華人去參選 特別留意到聖志文 這個猶太佬很聰明 很聰明 說到五光十色 是否像一些非華裔人士 都可以進入立法會 怎樣拙下呢 他們真的無妨 因為這個立法會現在是九十席 越來越多 有人說很多人參與 但在政治學上其中有一個議題 越多人其實是將你的議會架構越劣質化 你人多就真是 你很多事大家都有不同 但最重要呢 准說你打這些全部都是中邦接受的人選 都是我的國者 經過這個又召費又召喚了 都過了 但不同的地方就是經濟政治辦法 可能未來最大的矛盾就在這裏 因為經濟政治版塊 在上層政治上其實是很重要的 因為所有的選舉是無錢不行的 當然選舉完結之後 你怎樣政治酬庸 都是一個考量 因為今次即刻完了之後 就是行政長官選舉 那這班人其實都是選的那班人 是有票的人 當然從選舉的過程來說 你記四個名字你記不到 那幾個名字你記不記得 容易記 有沒有幾個 還是最多只有兩個 這次你說一個男的女 你選一個女的選一個男的 可能這麼簡單 這樣就容易傳達了 可能是兩女一男的 兩男的 你又有什麼小職男的 沒有沒有 純粹個人全職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客載服務 連費1000元 請即訂購支持 田中高屁 十七 三 大陸